校园消息要带你来看到是这个新装的昌龙国小呢 相当的重视校园内外的交通安全秩序 因此呢这个校方在不久之前呢 还特别举办了这个交通标语的竞赛 而这个小朋友们参赛的这个状况也相当的踊跃 接下来就带你来看看他们所发挥出来的创意 先前本台有报道 昌龙国小很重视校园内外的交通安全秩序 而日前他们也在校内办理交通标语竞赛 没想到涌入200件的海报 完成了走廊不奔跑的一个海报竞赛 这个竞赛是一个自由参加的竞赛 可是小朋友交件却交了将近200件的作品 所以我们在交通安全的部分除了在课程上 在社会资源上 并且让小朋友能够真的去实践去感受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就是让学校成为新庄地区最安全的校园 是我们的一个积极目标 不管是本位课程还是有外来资源配合 其实都是在教育小朋友在室内不奔跑 室外需停看厅的知识 所以每一年级皆有循序渐进的课程在推动 针对低年级的部分 会从生活的一些行为规范 像是过马路要注意安全等等来进行 小朋友的这些行为上的规范跟教育 到了中高年级之后 就会针对法律的部分来加强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 如果没有确实的遵守这些交通的规范的话 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责难 看似一件生活日常小知识 却可能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而这也是学校想教育小朋友的地方 因为往往受伤 总是在那么不经意的时候 所以随时提高警觉 才能确保大家的安危 记者新装才能确保大家的安危